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一千期 而且呢这个第一千期啊还是正好赶上了今年的最后一天 12月31号 这就是纯属巧合 明年的1月1号的节目啊又正好是10017 而阿拉伯呢有一个1001夜的故事 这个呢又是巧合嘛 这一千期节目做过来呢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感想 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的第一个感想啊就是呢 因为要把时间腾出来做节目 很多的事情啊就不得不忍痛割爱 真是没有时间去做了 经常看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基本上是每天做一期节目 这里当然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嘛 因为我也不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 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都要去做 所以呢怎么样合理的安排时间 每天啊能够把这些时间腾出来做节目啊 这也是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事情 其中啊让我一个最大叫做忍痛割爱呢 就是说没有时间跟支持和鼓励我的朋友们啊 进行一些交流和互动 我每次在节目下面就看到有很多朋友 给我有支持和鼓励的留言 都让我很感动 我也很想和这些朋友进行一些交流和互动 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 时间啊实在是没有啊 因为要跟朋友们进行交流互动的话 你不能说简单说一句谢谢就完嘛 你还要认真地回复人家几句话 而且对于那些给我留言的朋友们 你也不能叫做厚此薄彼啊 不能说对我说好话的 我就给他留个回就就有这个回复 对我说不是太好的话就不理人家 这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所以如果你要去给这些朋友们要回复的话 那么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计算 就是说如果你要认真的回一个帖子 至少要花五分钟时间吧 那你回十个帖子 那就是五十分钟 二十个帖子就差不多两个小时啊 那我现在时间真是还是很紧张的 如果你要花两个小时 跟朋友们去交流互动啊 真是还抽不出这个时间来 所以呢只好叫做忍痛割爱了 就是呢忍痛对一切给我留言的 这些朋友们我都不回复了 所以呢就希望朋友们能够原谅一下 这个真的不是我傲慢了 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我的第二个感想呢 就是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关注我的这个节目呢 应该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因为我当时做这个节目时候啊 就把自己这个节目啊 叫做深哲深谈 意思就是说啊 想把一些时事政治的话题啊 谈得比较深入一点 但问题是你要把这个话题谈得深入一点 就必然那个趣味性就变小了嘛 就会变得比较枯燥 没有意思 这也就是所谓的叫做取高和寡 你要把话题谈得越深入 那你看节目时间呢 就是看节目的人啊 就需要动脑筋啊 因为你不动脑筋 你这个话题你深入他也就不会理解了 所以当初我做这个节目时候呢 就是希望给那些愿意动脑筋的朋友来看 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一些思考 也就是因为你越深入的话题是越需要思考啊 你很浅显的那些话题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思考 也就是说呢 我当初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就是想做给那些愿意思考的朋友看 就是做给那些愿意关心时事政治的那些精英朋友们看 对于一般的那些大众百姓啊 他们上网看这些视频节目啊 只是为了一个消遣 他们也不想动脑筋啊 所以呢大部分人会选择看那些不需要动脑筋的 比如什么搞笑啊之类的 他这类的视频 只有所谓的那些精英啊 他才会去看这些需要思考 需要动脑筋的节目 那什么是精英呢 按照中国古代的定义 精英的特点叫做忧国忧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那么精英之所以他们忧国忧民也是因为水平越高的人 他这个忧虑就越多 水平越低的人他越是无忧无虑 那些所谓的白痴病的患者一个一个都是完全幸福 他们是彻底的无忧无虑的 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上网看我们这些很枯燥这个震惊节目的人 他们都是那些关心国家大事的人 他们这些人看节目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动机 这个叫做忧国忧民 因为一个人关心国家大事本事他就是在忧国忧民嘛 对于那个对国家无忧无虑的人来说 你根本也去不会关心国家大事了 那么按理说忧国忧民的精英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中国传统上对于所谓爱国人士的定义 就是说他们忧国忧民啊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 可是现在中国进入了习近平的新时代 习近平呢就给中国人发了一个禁令 叫做禁止忧国忧民 所以现在中国对这个爱国人士的定义也变了 就是你要对国家的前途毫不担忧 完全无忧无虑的这个人呢才叫做爱国人士 你要是忧国忧民的这些人 反而就成了反动派的 所以习近平最大理想啊 就是要消灭那些具有忧国忧民心态的精英阶层 让全中国人啊都变成那个无忧无虑的傻子 这样呢他这个皇帝当然就当稳了嘛 然而啊就是在习近平发出这个禁止忧国忧民的禁令之后 中国还是有那么多的精英啊 他们继续在忧国忧民 所以我这两年多这个实证节目做下来之后啊 就深深感到中国人的这个政治素质还是相当高的 有这么多人来关心实证 有这么多人来忧国忧民 那么中国未来的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 上面说了不少自己感想的话题就是题外话的 现在呢 转回来说今天的主题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下个星期 也就是2020年的第一个星期 前往美国签署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 据说呢美国方面已经向北京发出了邀请函 北京也已经接受了 刘鹤将率领一个中国贸易代表团 到前往美国 直到华盛顿呢 去签这个协议 这个新闻啊 可以说让不少人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因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终于有结果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 虽然说美国方面他很高调是宣布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是北京方面却是无声无息 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就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他公开说中美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 已经达成了 而且呢这个签约仪式啊将在2020年的第一个星期 是在美国华盛顿签约 这个签约人呢 就是莱特希泽本人和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 美国方面他是由美国的谈判团 就是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莱特希泽来宣布 是双方达成了贸易协议 那按理说北京方面也应该对的吧 你也应该是由中方谈判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代表 刘鹤和商务部长中山这两个关键的人物在记者会上都没有露面 那么现在中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刘鹤 他迟迟不露面不发声 就让人很多人呢感到很大的疑虑嘛 就是怀疑北京是不是这一次他又要毁约又要变卦 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 北京方面是明显的表现出来 他们想要把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约 要把它拖下去这么一个意图 因为这一次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 估计里面有不少条文对北京方面是不利的 所以呢北京本意啊 或者说他本来是不想接受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 但是如果北京说不接受协议的话 那美国就要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那么为了避免美国提高关税呢 北京又采取了一个骗的办法 就是先跟美国说啊 同意签协议换取美国推迟关税 等到美国推迟了关税之后 北京又找理由找借口又改口说不同意不签了 其实呢 北京的这个骗美国的花招啊 已经是玩了好几次了 第一次呢 是在今年的10月15号这个关税 当时呢 北京为了避免美国在10月15号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啊 他就在10月11号是宣布 北京和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这个协议啊 是一个可投协议 当时双方就说啊 就达成一个承诺 就是文字版本的协议呢 将在今后四五个星期之内完成 也就是当初北京承诺说呢 文字版本的协议呢 将在11月16号致力的APEC峰会之前完成 美国在得到北京这个承诺之后 他就是推迟了10月15号的关税 可是等到美国推迟关税之后 北京方面马上就变卦了 他又想把这个文字版本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 没完没了给推下去 虽然说智利是因为国内的动乱 他取消了原定在11月16号举行的APEC峰会 但是智利取消APEC峰会并不应该影响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文字版本的完成 到了11月16号 那么我们现在反回头来看 川普把关税一批一批这个分阶段施施啊 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因为这次12月15号的关税就再次又成了北京的一个大限 美国方面就公开的放话说 如果在12月15号之前 中美双方仍然不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字版本的话 那么呢 美国就要按计划在12月15号提高关税 这一下子北京又急了嘛 他们又急急忙忙又赶紧又和美国谈 又急急忙忙的在12月13号就宣布双方敲定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字版本 而且当时北京又承诺说要在2020年的第一个星期和美国正式签这个协议 美国在北京方面做出这个承诺之后 他们又再次推迟了12月15号的关税 可是等到美国推迟关税之后 北京马上又变卦了 他又想把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约的时间没完没了给拖下去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则宣布的这个中美双方签约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呢 北京方面迟迟的就是不予确认 当外国记者对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提问啊 说是中美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什么时候签约在什么地点签约 这个问题呢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总是回答说签约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最后确定 北京方面他有一个如意的算盘啊 就是反正呢美国已经推迟了12月15号的关税 这个一关我们已经过去了 所以呢北京啊就要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约时间没完没了给他拖下去 也就是说尽管双方说是达成协议了 我就是不和你正式签约 让你这个协议就没有办法生效 这样一来北京好像他又赢了呢 不过呢北京这么一来的话 美国方面当然也是赶到这个苗头不对啊 于是呢川普这一次是亲自出马 他亲自直接把目标就对准了习近平 在12月24号川普就对记者说 他准备要和中国主席习近平亲自来签署 这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川普这一招还是很厉害 因为他直接把目标对准了习近平 一下子就让习近平害怕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这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是一个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的协议 既然这个协议是对美国有利的协议 那么川普代表美国签协议 当然就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而这个协议对中国不利 习近平要代表中国签协议 那自然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 虽然说这个事情未必上升到上权辱国的高度 但不管怎么说肯定是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习近平就想竭力要避免他本人亲自去签这个协议 他就希望刘鹤去当李鸿章 让刘鹤去签这个协议保住他的面子 本来川普总统也是同意让这个刘鹤来代表中国签协议的 所以当初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公开放话说 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将由他和中国的副总理刘鹤来签署 其实川普本来是准备给习近平留面子的 他没有强求不要和习近平亲自来签这个协议 因为川普让刘鹤代表中国签协议本身就是替习近平在保留面子 但是习近平他却不领情 他又开始玩这个拖延战术 他又试图把这个签协议的事情拖拖拉拉的就给拖下去 没完没了了 那么这一下子川普也就恼火 他要给习近平一点厉害看看 等于向习近平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 川普这次的意思就是说 要不然北京让刘鹤按照当初他们的承诺 在明年的一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到美国来签协议 如果说北京毁约不对线承诺 刘鹤明年第一个星期不到美国来签约的话 那么今后这个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川普就不让刘鹤签了 他就要让习近平亲自来签协议了 如果说川普提出一定要习近平亲自来和他签协议的话 那就等于是把习近平推到了火山口上 就会让习近平非常的难受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川普要求习近平亲自和他签协议 习近平是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拒绝吗 按照国际的惯例 两国之间的贸易协议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事情 当然应该是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来签署的 我们看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的美墨加三国贸易协议 就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总统总理亲自签署的 美国和日本签署的美日贸易协议 也是由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亲自签署 所以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协议 按照国际惯例 按照道理来说 也应该是由川普和习近平亲自签署的 习近平是没有道理拒绝川普要求亲自签协议的这个要求 所以说一旦川普提出说要和习近平亲自来签这个协议 那习近平怎么办呢 习近平当然是可以拒绝 但他即使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蜿蜒拒绝 也是一件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因为习近平拒绝签署 就是亲自来签署中美贸易协议 他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 唯一的解释呢 就是习近平不敢了 就是习近平不敢亲自出面来签这个协议 习近平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嘛 川普就要把习近平不敢签协议的事情弄得全世界人人都知道 所以这样一来 等于是川普把习近平推到了火山口上嘛 就故意要让习近平丢面子 所以川普这个人眼光还是很厉害的 他是看准了习近平是特别爱面子 他就对习近平打面子拍 习近平是把这个签协议的事情给拖下去 但是川普就发出了警告 如果你越拖下去 你就越没有面子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鼓起来勇气 真的亲自去和川普签协议呢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的小 因为习近平这么要面子的人 让他去签那个丧权辱国色彩很浓厚的协议 让他当一个新时代的李鸿章 他肯定是不愿意干的 所以呢 本来其实川普也给习近平留了这个面子 川普已经答应了让刘鹤来签协议 可是习近平啊 他又要拖下去 他又不肯签协议 还要把这事情好像要没完没了的给拖下去 所以这样一来呢 川普呢也就不客气了 他就直接对习近平发出了 等于是一个最最后的一个最后通牒 就是说啊 如果你习近平如果这次留和不来的话 那么他就要亲自和他签协议了 只要是川普公开提出说要求和习近平签协议的话 那不管习近平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他都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因为如果习近平同意亲自签这样的丧权辱国的协议 当然是非常没有面子 如果是习近平不同意川普的要求 他不敢来签这个协议 也会让人们看出来 习近平啊是一个胆小胆怯的人啊 他也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所以呢 在川普了就是发出这个对习近平的一个最后通牒之后呢 这就让习近平啊感到事情啊不能再拖下去了 再拖对他是越拖越不利 所以估计习近平也是前思后想 最后是终于同意对线当初的承诺 就是当初承诺是让刘鹤明年第一个星期到美国华盛顿去签约 习近平让刘鹤去签约呢 他还可以保住一些面子 如果错过这一次签约的机会的话 那习近平啊今后是更没有面子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